今天是我們元旦連假前一天12月29號 那截至到早上9點 我們全線交通量有達到19.7百萬車公里 我們預估呢 今天會有達到110百萬車公里 那目前為止的國道交通狀況 大概都跟去年的元旦連假前一天是差不多的 而國五部分呢 截至到早上9點 國五南向已經有通過5639輛次了 那目前呢 車子已經有逐漸的湧現出來 目前已經有些車多的狀況 但時速我們目前還可以維持在80左右 那今天呢 我們預估在國五南向的南港系統 就是頭城路段 大概在早上 現在已經車子逐漸的出來 那我們預估今天可能會雍射到深夜 然後還有國一的北向元山道大華系統 在下午的4點到8點左右 也會有一些的雍射 國一的南向陽梅道新竹 以及國三南向土城道關係路段 在下班過後 6點過後 也會有一些雍射的情況 一直到晚上的10點左右 會陸續的疏解 而中部地區呢 在國一南向彰化系統道普沿系統路段 在下午的3點到5點時段 也會有一些車多的狀況 南部地區在國一南向大灣道路足一樣 在4點到6點的時候 有一些車多的狀況 那這邊提醒大家 明天開始就是我們元旦連假囉 明天開始大概屬於一個南向車草比較多的時候 我們西部國道呢 建議大家可以在6點以前或12點以後再出發 而往國五的部分呢 是建議在早上5點以前或是晚上5點以後再出發 而要往宜蘭的地區的民眾 建議明天首日呢 可以在早上的8點過後再出發 那大家也可以利用我們空間分離 我們替代道路 像是國一國三可以改走台61 南投往返台中地區改走台63 物封往返台中一北改走台74接國四 然後宜蘭往台北地區呢 建議改走台9線 那特別提醒喔 就是我們元旦呢 有些煙火的施放 那如果呢 在煙火施放的當下呢 如果大家在行駛在高速公路路段 一些駛近煙火的路段 切記不要無故的放慢車速 或甚至是零停在路間 這種依照道路交通處罰條例呢 是會處罰到3000至6000元左右的法環